各位大家好 我是安德富附件專科診所院長 曾清祥 曾醫師 今天我很高興來跟大家介紹 新的在國內中風患者所使用的 一個新的訓練系統 我們稱之為太洛比懸吊系統 也就是在我身後的紅色的繩子跟系統 那這個系統有幾個特點要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它能夠針對現在中風患者的一些 很特殊的一個需求 來給它做一個個別的一個設計 比方說我們今天會經過一個仔細的評估 發現這個病人在行走上面的問題 來自於髖關節活動度不良 髖關節的肌力不良 甚至膝蓋的控制不好 那我們會針對它這幾個問題 利用這個系統來設計一些 比較特殊的訓練方式 來加強這個每一個小部分的一個需求 那之後呢 這個病人就能夠很自然的 能夠反映在它行走的一些步態方面 第二個呢 這個系統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說這個系統本身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繩子 而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經過治療師跟醫師的一些創意 那能夠針對病人的一些需求 我們訓練給予它不同的難度 也就是說可能在一個不同的姿勢下面 或者說在病人讓它採在一個比較不穩定的一個平面上面 來增加它訓練的一個難度 這也是一個這個系統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優點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說 大家知道在很多中風的一個病人 它在肢體的活動上並不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順利 那有時候治療師在治療的時候 他必須要花很大的力氣 去把病人擺在一個固定的姿勢上面 那這個系統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當作像治療師的另外一隻手 能夠幫忙輔助病人在一個治療師 想要他所擺在一個適度的一個擺位的位置 然後能夠達到治療師想要達到訓練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很高興呢 我們把這套系統引進在台灣 而且充分的利用了在這個中風的患者的訓練上面 那在本訓所的一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大概我們目前的課程是這樣 一天有一個半小時的訓練 禮拜一到禮拜五 大概從四個禮拜二十次的一個訓練當中 病人都能夠進步大概百分之二十 或是三十以上的一個效果 從很多我們的評估量表上面就可以反映出來 所以我們非常對這套系統 在目前中風患者的使用上面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信心 所以希望能夠介紹給國內的一些相關的人士 跟一些患者 我們使用太弱比懸吊系統 在中風患者的附件上的話 我們主要是強調於在區幹穩定度的訓練 那我們首先會請周先生做第一個動作 是在躺姿之下的訓練 周先生他大概已經中風將近四年 來我們診所的時候其實他已經在訓練上一個瓶頸 沒有辦法做很大的突破 後來我們評估以後發現他的問題在於他區幹的穩定度太差 以至於他行走的穩定度跟他行走的這個步態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那經過這樣的訓練之後的確也反應在他走路的穩定度上差非常的多 當時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是要很多人在旁邊保護 那現在他大概可以在旁邊看著 應該就可以走得非常的平穩 我也有提到就是說這個泰國比懸吊系統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他的難易度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說我們會根據這個病人現在的狀況來增加他的難易度 比方說像現在這個訓練 就是病人的support他的支撐是比較少的 比方說他現在只有靠他的手臂在支撐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手肘支撐 那現在只有僅靠手臂支撐跟一個懸吊系統 所以對面病人來講難度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病人的狀況去設計更高更高難度的動作 大家可以看到他現在唯一的支撐是他的手跟他的腳 所以這對病人來講他的穩定度是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必須要靠他驅幹更多的力量去幫忙他才能夠維持在這個姿勢 這就是這個訓練最重要的地方 風對我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非常大 因為什麼都變得不方便了 然後什麼東西人生由彩色變成黑白了 就是人生的希望就慢慢就沒了 就好像提早在過老年人退休生活 但是來這邊我找到了希望 我也找到了這個努力的目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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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